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云里利慧爆料 可爱的物理毁灭大C 崩坏星穹铁道 2.3复刻卡时反准确定 流营特效加强来了 泳装角色时装 崩坏星穹铁道 首位泳装角色上线 2.4利慧延期 直接连发做补偿 小黄鸭泳圈太可爱了 来说两件事情 崩坏2.3版本前瞻马上就要来了 官方也发布了相关的前瞻直播公告 在这次的宣传途中 我们可以见到特邀嘉宾魏黄泉 流营、翡翠 所在地点应该是酒店的顶层 难不成是在告诉玩家 2.3版本的内容 主要是以轻快、欢乐的主题为主 但为何自体样子却是飘散形态呢 一想到流营还有第三刀 就感觉这个前瞻非同一般 在力慧展示中 最突出的角色就是我们的基米了 他应该算得上是崩铁 首位穿着泳装的角色 之前卡妈和真理医生的属于浴室装 遮阳帽、眼镜、真理医生的小黄鸭泳圈 真的非常可爱 不过看样子尾巴都已经进入水中了 全尸的话 是不是就不能飞起来了 好吧 看基米的体型 好像也飞不太高 另外一条消息 玩家所期待的2.4版本角色利会消息延期了 不过也没有什么影响 早晚都会放出来 既然没有在预期时间发布利会 预计后面会出现双利会连发的情况 来弥补时间差 毕竟这样的操作之前也发生过 如下图 具体的卡池安排到底是云里加交秋 罗斯姑母能否进入卡池 还是说会有新的空降角色 可以等一下近期的官方公告信息 至于有没有新的四星 个人还是觉得先不要擅自期待 大家都知道 刘盈这位角色一直是近期星帖讨论度最高的角色 而和刘盈同期的复刻角色之前也是没什么消息 近期根据舅舅的最新消息整理来看 2.3的复刻角色应该是软眉和另一个五星角色 软眉应该是没跑了 至于另一个五星角色 个人感觉 银芝和霍霍这两位角色是可能性最高的 毕竟刘盈上线 作为新体系的C位 最缺的就是队友 而软眉和刘盈一起上线 可以让不少玩家 直接直接将击破体系抽出不成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就是有关前瞻的相关消息 官方这两天也是宣布了前瞻的时间 2.3的前瞻 这次确定在6月7日 这次前瞻的内容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都有一个预期 不过这次的前瞻 有个非常让人在意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基米 这位角色换上了泳装 众所周知 崩帖是非常喜欢买伏笔的 这次基米的泳装 是不是意味着夏日活动要来了 毕竟算一算时间也是差不多了 这些疑问 只有等前瞻直播 来解答我们的疑惑了 大家都知道 目前铜血组的心魂是不满的 而官方似乎对这点也有安排 近期有舅舅爆料了一张图 如图 应该是本次主线结束之后 将会赠送一个铜血组的心魂 这样一来 铜血组的心魂应该就满了 而且 刘盈的队伍构成铜血组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角色 现在看来 游戏内的种种活动 都是在为刘盈铺路 大家可以耐心等待 前瞻直播的到来 记得关注再走哦